穿 抓那個鹿蟹 用什麼養 吃它用這個 把它餵得肥肥的 用海水 揉一揉 然後內外都要洗 它越揉越有那個黏性跟那個潤滑 有黏嗎 有 當然我們藍椅一定是走向觀光 所以一定要有保育區 改善藍椅的生活品質 然後吸引光光 再有收入 因為藍椅不可能說一直吃捕魚 然後種地瓜一頭 然後自己吃 小朋友現在都要讀書了幹嘛 都要面臨到為什麼藍椅的年輕人 都不會回來 因為沒有工作 比如說藍椅有五千人 可能一半都是在台灣 一半多都不可能在藍椅 但是說實在的 現在有遊客了 就慢慢會侵犯到我們的生活 跟文化的一些禁忌 隨便在我們的海域 沒有在一定的地方去生潛 去自由潛水 我們的村莊如果不去涉椅了 突然有一個自由潛水在那邊 在後面看他 或者是突然在那邊游泳 那個魚都被他趕走了 當然觀光跟遊客一定要來 但是我們是當主人 主人我們把他安排說 你在這邊 你在這邊 我們也要做宣傳說 對大家都要富相尊重的立場 也好好的推銷我們的文化 對 要 感谢观看